台北市内湖的拥挤小馆在前天晚上发生了气暴的意外 造成八个人受伤 老板坦诚她是因为忘了关炉火才引发气暴 强调会负起赔偿责任 不过伤势最重的一个女员工 她是名单亲妈妈 为了要抚养两个儿子日夜兼差工作 本来预计在四天后要离职的 不过遭逢了这场意外失去了左眼 家属非常痛心 突如其来的爆炸掀起阵阵白烟 震撼程度有如电影爆破场面 一旁路人走到一半被吓得倒退好几步 还有民众拔腿往后跑场面慌张 附近火锅店用餐顾客也被吓到手足无措 纷纷跑到外面查看现场已经是满目疮痍 水饺店一片狼藉盘子装的不是食物 而是满满的碎玻璃 她可能是对于那个门打还是什么 压力冲过来就打到这个 上去看她还是没有 没有什么 重伤的女员工当时在最外头 烹煮食物被震倒在地大量失血 她左眼球被碎玻璃刺瞎 头部肩膀严重骨折 人还在家务病房跟死神搏斗 而其实她是一名单亲妈妈 十多年前丈夫离言过世 她独立北上捡两份差 韩西儒苦拉拔两个儿子 好不容易儿子长大 月底要离职回乡 遇上气暴 差点丢了行民 晚上送便当 晚上 那这个她来帮忙这样 一帮就八年了 看着心血负迹一句 川菜馆老板不愿对外回应 网路上推荐一道道招牌菜 都让滔客闻香而来 如今全因为备料 开火没人雇 引发瓦斯气泡意外 还让对面旅店员无辜 失去着眼